讓你離開門 讓他趕快一點 讓他趕快一點 OK好 這東西現在非常有趣 這個是 你可以介紹一下這東西叫做 包枕 對 因為你們剛有看到傳統的 call points 也有看到 比較懸的 freezing 那這個是 因為上次幫胖胖做影片 所以 一看到葉評委弄了一個 非常酷炫的東西 在弄包枕 所以這是我第一次做的東西 然後其實呢 就是 我覺得我今天講的 應該是前面最不緊張 就輕鬆的好不好 最輕鬆的 自信 好 我今天其實以為我來的地方 是要對麻瓜講的 所以就是 大家就不是 麻瓜麻瓜 都不是應該 變出來了 哈哈哈哈 這東西呢 叫做 破題 我喜歡 我正在做的 跟我想說 所期待的 因為要講這個問題 原因是因為 其實一開始 就是Frank給我 就是要分享 所以其實 欸 我給的東西不是這個 對 因為其實 就是可能在涉寒待久 那種 習慣做那種 就是 經驗分享 下面來 你們給我好好做 但其實 欸 不是 那其實我會想做的是 因為今天我講的主題是 氣球的主題 那其實很幸運的 我喜歡我正在做 跟我想說 或者其他的東西是 方向是一致的東西 對 我覺得這是我很幸運的地方 然後 特別要講的 一個東西是 其實 在我決定這個題目的那天 我接到了校友 那個服務組的電話 就是 就是 因為我去年 應屆畢業 欸 你要講這樣 去年畢業 拿畢業證書之後呢 就畢業力 你就要填一下 那個 現在的那個流向 對 那我一直沒去填 然後結果他就打電話來 然後跟我說 因為我是造成新畢業 欸 我現在職業 跟我大學所學的東西 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呵 然後說 月收入多少 兩萬塊 差不多 好 就是 加減啦 因為其實 對 我十月份因為開到沒有收入 但是就是差不多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就是 但是 跟我社團有關係 百分之百跟我社團有關係 那 因為 我在大學 不然非常多社團 很多人會以為 你學生會 其實不是學生會 那學生會 為什麼變魔術社 對 因為其實不是魔術社 對 我在擔任第四屆的社長 然後現在 對 現在是 要繼任 魔術社指導師 好 下一頁 為什麼魔術師要學魔術氣球 大家覺得為什麼 但是大家就會覺得 魔術師就是魔術氣球 要吧 蛤 其實我是第一次看魔術師 摺氣球 真的嗎 那你覺得為什麼魔術師會摺氣球 是不是藏東西在氣球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是這樣子 就是 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 台灣的一個氛圍 其實 魔術有分非常多種區塊 那 你們可能看過就是 那種穿的很帥 在台上 就是 鴿子 不鴿牌 什麼東西啊 那 我自己不太喜歡變那種魔術 因為我覺得那個魔術會 跟觀眾很有距離 而且觀眾沒辦法靠近 靠近 我變賣 買鬼 你買鬼 你會非常要阻止他 對 所以我一般不變那種魔術 然後再來就是 一般如果魔術變得非常厲害 台灣人的表現跟外國的表現完全不一樣 台灣人說 哇嗚 哇嗚 然後非常崇拜你 哇 然後就一直把他當換到 就是 很驚訝 就不可思議這樣子 但台灣人就看到 很厲害 他就說 欸好噁心喔 我就是 不用說我怎麼噁心 你怎麼不懂啊 因為我其實 就是 剛好說 自我介紹的時候 我說我在玩 那為什麼要玩 就是其實 尋找一個快樂的東西 而且 現在很多人會說夢想 但是變魔術本身就是一個 夢想 實現的過程 為什麼 變魔術的過程 會把 大家想像不到的東西 變數 那其實本身就是一個夢想 你想像不到的東西 做夢才會出現的東西 就 欸出現了 這個東西就是夢想 所以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 變魔術會變得很快樂 我覺得就是 這個 就是你不斷地在 實現的夢想 那 那 到底為什麼要選這幾句 為什麼要選這幾句 為什麼要選這幾句 另外就是 嗯 我剛剛有提到 台灣人都會覺得 好噁心喔 那如果沒有很深 他們會覺得 你剛剛一定做了什麼東西 好大常跟你講喔 他也不客氣喔 後來就是 看完就這樣 欸我不這樣 不這樣 不這樣 你是變給周杰倫看嗎 哈哈哈哈 尤其男女朋友來 那個男朋友 會在那裡 然後女生就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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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 然後 對 魔術師一般都會很想要找那種 女生變 然後就是 感覺自己也疑愛 但是這種時候 我們就會故意 鬧在那裡 另外一回事 好 然後 到底為了要選擇 其實是這樣 因為其實我自己 變魔術的東西 我很喜歡 跟觀眾朋友互動 而且通常 笑點都會在魔術上 尤其我非常喜歡 變魔術給小朋友看 那其實 小朋友 非常 不受控制 但是有時候出來 他就聽你話 就是拿氣球 對 而且 就是 這個東西 就是他非常簡單 而且非常的 我覺得 只要是小朋友都 會喜歡氣球 而且 你們小時候應該也會 喜歡氣球 去 遊樂園 看他那個 飄在空中 媽媽我也要 贏都會 然後或者是 那種 競選活動 或者是那種 每天開幕都會送你 送給你 耶 有啦 爆炸的時候都在哭嘛 然後 就會 對啊 但是 就是 就覺得 欸 他是一個非常可愛的東西 然後 所以我就會選擇星球這樣子 然後 就是 後來慢慢的 就是 把這個技術 發展到願望 這樣子 好的 OK 把別人的快樂 建築在自己的快樂園上 那 其實 那 怎麼 出去放嗎 我不是 好 OK 童中球異的 驚喜 因為就是 不對啊 我剛剛那個其實就是過鬥 因為我想說應該 邊講的時候邊放學 對 擇氣的就是 把別人的快樂園在自己的快樂園上 好 就這樣 對 很多人說 欸 把別人的快樂園在自己的快樂園 不對 把別人的快樂園在自己的快樂園上 對 把別人的快樂園在自己的快樂園上 但是 藝術的東西在台灣現在的價值 普遍意識還沒有到很高啊 比較可惜 對 因為大家剛剛一開始給我問我一些 比較 實際層面問題 你說這個 OK 你們覺得這樣子 大家花了多少錢 預算 一個公版 兩次求助 兩個 氣球人好 成本 來 直接說我拿多少錢就好 猜一下 有沒有兩塊 繼續猜 蛤 繼續猜 猜你實際拿的 對 醜了 到我身上的錢 五千 五千 一萬 這是幫我們戲館做的 就是 那是學校 兩千 哈哈哈哈 好 好 好 然後 然後 那個 就是 我原本那年要畢業 我是B9C的 一百級畢業 原本 就是幫他們做 對 材料費 總共是三千六 三千六 一毛都沒有多拿 也沒有算公主金 還翹了 一堂課 結果那堂課 因為 就在隔壁的教室上課 老師還跟我說 宇翔你 就是 期末考要考好 因為那其實是一門拯救課 但是 那個老師後來 還請我喝飲料 對 而且這時候外面做的時候 有時候請別幫我灌的時候 其實有可能爆的 老師就三顆燒到把門關起來 對 但是老師還請我喝飲料 我覺得滿感謝你的老師 好 這是我第一次在 海大 也是我第一次做大型布置的作品 對 光這顆桶其實就350塊錢 對 然後反正 後來是有批發資格 所以三千六現在拿的話還是有 這是隔離年 就是去年的畢業典禮 欸!今年的畢業典禮我做 對 多拿兩百塊錢 畢業典禮 好!就是這樣 對 但是就是 有點差別 然後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些 就是對我來說比較有 就是 比較特殊意義 或者比較特別重 這大 對 都不是新生嘛 應該都看得懂 因為現在也沒全家 這就是在海洋大學工程中進 一樓 對 去年是南京 我過來做 對 這個 預算也沒有很多啦 對 雖然說是課子組給 對 然後 課子還是比 OK 好 蠻有趣的 那 特別要講 那個童童球藝的部分就是 一般人你們的想法 就是像我剛剛第一個 你們看到的那個 但是我們就是現在 希望把它做得精緻化一點 比較可愛一點 比較特殊一點 讓 別人感覺都不一樣 感覺到用心 那其實這東西 呃 剛剛那兩國都做了 從大概下午兩點做到晚上 就有點實驗 那這個也是 花了蠻多時間的 然後 這個 呃 那就是跟 就是 台灣 我感覺應該是最頂尖的 氣球團隊 一起合作的一個作品 就在台北地下集 不是 不是那個 火車廠就是在 他是在市民大陸廠那裡 就在今年暑假 對 我們做了兩天 大概 每一次都大概 八個人一起做 那我跟 欸 某某某不在這裡面 我負責做這兩支 哇塞 對 做這兩支 那個 對 那 因為這個 這個佈置呢 簽約是簽 一個半月 欸 簽 簽 一個月還是兩個禮拜 忘了訓練 但是 因為氣球其實沒辦法放那麼久 嗯 所以我們這個東西都是做兩支 當年回去 我的檔墓是四支中指 全部都過敏 對 全部都 全部都開始流行 所以第二天去 還沒去之前 就用那個 透氣膠袋 而且 不是只包第一個直接上 整支之後 全部包起來 就是 因為我第一天去想說 嗯 欸 應該不用做什麼 但是 我們氣球是用兩支做的 然後 就是有一些比較有經驗的人 就都會包 那 而且那時候 我這第一次做 這叫雙套氣球 我第一次 然後 那個帶我那個光 我就說 啊 謝謝 反正 反正撐過去就是你的啦 所以 後來 我第二次做雙套氣球 就是 下一張 這張 這張 超帥的 超酷 今年的 超酷 就是新生的 就是入選典禮 我做的這個東西 嗯 那這就是 校門口那隻毛 對啊 超美的 那其實可以做的比校門口那隻毛大 但是我尊重校門口那隻毛 不能 不要做你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對 因為我覺得就是 其實我是要仿造他 那不要超越他 就跟那個 前皇帝 一樣意思啊 就是尊重 哇 好厲害 這東西 就是做了雙套 這是用一個編織的方法 就是 也非常傷手足 對 然後 就是 比較可惜是 因為當初這個東西是 打算把它掛在 那個 娛樂館上面 但是 必須要掛 國父吉祥跟國旗 所以 對 比較可惜 但是如果你可以去我 他可以去我 他旁邊喔 對啊 可是就是 沒辦法啊 而且 這次的預算 我給的比 因為我們實際上 拿那個少三座 我們實際上哪個多 因為我 其實 我 這應該是我最後一次 用這種方式來做 基球固執 對 我覺得比較可惜是這樣 因為 學校給自己是太少了 我的人力跟 因為真的都只有我一個人做 對 因為其實 我之所以會 願意拿這麼低的手 我來做雲 根本沒有賺錢 我來做的原因就是 我希望 我希望 海帶有人可以學 那 魔術社很隱暗 沒有人想說 然後 也希望可以推廣有人來創設 但是 那目前為止還是沒有辦法 那 反正 做起來 其實我覺得 對啊 大家看到就覺得 喔很屌 所以我覺得這樣 就很好 沒有人說 對 然後 就是 蠻心緣 因為就是 剛介紹的時候我說 就是我是因為事故 所以有一些故事 那這次也是因為 就是 去年說的那個車禍 我才有機會 去進修去學的 就是更特別的技巧 然後 不然 然後 不然 照理講 畢業怎麼樣 這時候一定 都是有辦公室的工作 之類的 因為其實 這個薪水 就是大部分都花在材料上面 還是沒什麼賺到錢 那 就是 算下來 做辦公室應該還是會賺比較多 但是我覺得 很幸運就是 當我年輕的時候有這樣的興趣 而且還有時間 還有能力的經營這樣興趣 坦白講 我畢業之後 碰這興趣 應該一輩子都不會再碰到他 對 那就像 一開始 第一個非常想 欸 在偶然的機會下 碰到獨木之後 從此跟獨木之後 接下補給職員 對 那 偶然之下 就在海洋大學 念到還沒畢業 就開始進行青年綠社 對 那就 跟一群不同的人 接下補給職員 但是我覺得也是 那 就是很想做 因為 大學念了五年 對 然後 就是做了一個完全不想幹的東西 但是 我覺得很快樂 而且就是 年輕嘛 真的 要賺錢的時候再來思考 欸 怎麼樣才可以賺在表情 當然 其實以這樣的市場 這跟毛 外面開價四五千塊不是問題 但是 整場都拿不到四五千塊 對啦 那 就是 如果有人願意做 當然我覺得 欸 它本身是有價值的 那我覺得 因為 如果大家 在場呢 我相信應該看過三個傻瓜 追求卓越 成功自然就會 早上 所以 我覺得 很幸運 也很開心 做了自己 很爽的事情 然後 用自己 把別人快樂見在自己的快樂上 所以 接下來 應該就是最後一支 啊啦 謝謝大家 嗚 嗚 謝謝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今天的講者呢 是 都已經分享完了 那 我想要問一下就是 對於最後 這個 氣球魔術師 不知道有什麼問題 想要發問 有 三千塊南瓜燈 可以做到什麼 南瓜燈 是不是 三千塊南瓜燈 我們還要木南亞 對 木南亞 哇 哇 下海 那 真的 很想要